这里是行者掌柜 掌柜带你听北京 天谈记 信仰 好像一说到信仰总觉得很抽象 但是其实跟大家说 信仰也可以很具体 信仰决定了我们的好物 一些我们在旅游过程中 特别喜欢的东西 其实很多都是和信仰有关的 今天咱们在天谈 就给大家说说信仰 天谈是有皇帝那个年代 北京人心中一个最重要的皇家建筑 掌柜心里认为 这是最重要 不是重要建筑之一 而是最最重要 这个最首先是建立在一个汉人的立场上 对于北京的汉人来说 天谈这个满清的皇家建筑很重要 天谈在北京的外城 就在我们老百姓的圈子里 它很大 它的外墙几乎圈住了四分之一的北京外城 都算上天谈整个面积相当于四个紫禁城 一句话 你看不看它 它就在那里 你从哪个方向上都绕不开天谈 还有一个北京人心中特别喜欢天谈的原因 你说这一周两哪天最让人兴奋 周五对吗 因为明天放假 如果你一年只有一个长假 那放假的那天 是不是让人心中充满期待呢 另外一个 每个月发新的那一天 是不是也很让人期待 如果有这么一天 说明天放一个几乎两个月的长假 同时发年终奖 这一天在这一年中 是不是一个大日子呀 肯定是 我跟大家说 天谈以前就和这样一个日子有关 别着急 咱们慢慢说 这话其实 哎呀 说来话长了 是吧 要说天谈在北京人心中是个让人欢喜的地方 这就得从 从清朝人的休假制度和他们的 新金制度说起 咱们现在的公务员都是每周休息两天 是吧 这是按照按照西方文化来的 清朝的公务员是没有我们现在每周休息两天这个待遇 基本上他们是休年假 除了年假这个长假以外 一般啊 一个月就是一天半天的休息 遇到什么清明端午啊 中秋啊 可能可能说多歇一天 清朝官员一年中所有的假期都集中在所谓的三节 就是一年有这么三次长假 什么是过去的三节 这三节跟大家说是三个节日 第一个是皇帝的生日 这天一般叫万寿节 普天同庆 这一般歇七天 另一个就是冬至 第三个是春节 皇帝的生日 这个每个朝代都不一样 是吧 谁也没规定皇帝 几个生 但是一年中冬至和春节是有固定日期的 冬至其实基本上和西方的圣诞节就差一两天 你看 12月25日圣诞节 冬至呢 跟大家说一般是12月的21号到23号之间 21 22 23 在这三天中有一天是冬至 一般冬至比圣诞节早几天 冬至是个节气 天文上说呢 这是这是咱们一年中天白天最短的一天 过了冬至天就开始一天比天长了 地理上说呢 这是太阳运行到地球的最南边的一天 一般认为 气候上说 这是这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的开始 这一天 清朝人很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标志着冬至假期即将开始的日子 冬至虽然在清朝的法定假期中是七到十天假 春节也是七到十天 但是实际上你看冬至和春节就已经离得很近 在操作上 在实际的操作中 绝大多数官员都是从冬至以后 开始放假 这个假和春节最后是连起来的 所以一直放到正月十五 找本日历 你看看 这是一个多月 咱们刚刚过去的2017年的春节 是吧 要是在清朝 我们将从2016年12月21日这一天 2016年12月21号 这一天是冬至 我们将从这一天放假 一直放到2017年2月11号 这一天是正月十五 掌柜算了算 52天假期 实际上很多家不在北京的官员 都是从冬至一放假就回家 然后在家过完初五 再往回走 这路上再走十天 正好正月十五 回到北京以后 在北京过元宵节 过完元宵节 明天上班了 咱们现在这个春节回家的习俗 其实就是以前春节放假的一种 一种遗传下 遗留下来的吧 习惯 咱们现在不是也 也一放假就家走 是吧 过完初五就往回 就往回走 所以冬至到春节 是一个连续的假期 一个多月五十几天 有时候将近两个月 作为放假开始的这个标志 冬至这一天 是不是让人充满期待 一年就这一个长假 这一天就是这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 咱们谁都不是圣人 所以其实这一年数着日子过 就等着这一天等冬至呢 除了这是一年中最长的一个假期的开始 这一天还有一件喜事 咱们都知道 中国是一个一年有13个月薪水的 这样一个传统的 这个传统其实也和这个长假有关 冬至这一天不但是放假的开始 还是发新的人 这一天多发那个多出来的一个月的额外薪水 和年终奖一起 再加上放假 即将放假的这两个月的薪水 这一天发的薪水将占到全年收入的 百分之八十都在这一天发 清朝人是月收入很少 作为官员主要的收入 大头是养联银 那就是靠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年终奖 再给大家说说啊 清朝的薪金制度 清朝的官员和所有的旗人 一年收入大概是三个部分 就是工资福利和年终奖 这和咱们今天的公务员的收入的组成 其实是一样的 咱们讲过刘庸的故事的时候 咱们讲过 是吧 刘庸作为一个一个省会级的市长 他的收入一年大概 咱们咱们说过是是几十万 四十万大概到到六十万之间吧 差别这个中间的差别 看物价你怎么算 按照不同的物价折算方法 折算成咱们现在的人民币 他的收入不一样 这但差不多 这其中工资很少 你要算下来一个月 大概像像一个省会级的市 这样的市长 是吧 一个月大概就两千块钱工资 可能还不到 算上福利 福利是什么 就是每个月还有露米 就是发粮食 发一些煤啊什么的 这样一些食物 这都算做露米钱 这样一个月 福利大概是四千块到六千块 一个一个省会级的市长 每个月的工资 加上福利大概就是六七千块 这一年还不到十万块钱 你凭什么说他总收入 有四十万到六十万呢 其实最主要的作为一个官员的收入 是年终奖 是养联银 留拥这个级别的大概有两千多两 按咱们现在说 这年终奖就是差不多四十多万 一个月六千块钱收入的人 年底有一个四十万的年终奖 你是不是也会很期待这个 这个发年终奖的日子 官员是有年终奖 普通的旗人 是吧 一般的旗人 那那就是在年底 没有年终奖 但是官员发年终奖的这一天 旗人能领到三个月的薪水 放假的那两个月 这一次领走 再加上每年多赏赐一个月 冬至这个节 除了开始放假 让人期待 另一个让人期待的地方 就是这是发薪水的日子 这是一年最长的一个假期的开始 平时基本不休 但这一休就是五十几天的假期 而且一个月六千多块钱的官员 要养活一家子人 一大堆仆役 其实根本就不够 可是冬至这一天 一下子发四十万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风俗 都是和以前的国家制度是有关的 你比如说年底的双薪 什么这些制度 一个月发十三个月的薪水 清朝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 为什么发十三个月 多发出一个月呢 这一个月清朝给出的解释 叫制装费 就是冬天 从冬至这一天 开始走向最老 皇帝呢 皇帝体贴臣子 从这一天开始 大臣们可以穿雕 就是皮衣 不用再穿朝服面军 穿皮衣就可以 皇帝是不愁吃穿 但是臣子们 有冬衣吗 皇帝多发一个月的薪水 给大家 那意思就是你们现在啊 赶快 天降像样的冬衣 这是满人 每个人都有 但对于汉人来说 这同样也是一年中收入最多的月份 满人手里有了钱 那还不就到处花呗 咱们中国人春节前是怎么消费的 这个不用我多说 是吧 这就是各种行业销售旺季的开始 所以冬至这一天在过去的北京 可是个大节 是吧 甚至人们心目中所谓期待的 对他的期待超过春节 满汉同欢 普天从庆 甭说别人 春节在你的生活中是怎样一个节日 在清朝 春节就是从冬至这一天开始的 没有理由不期待冬至 这跟我们说的天坛有什么关系呢 冬至和天坛有很大的关系 冬至这一天最大的一个活动 就是皇帝要到天坛去祭天 然后当晚回宫 第二天叫一个大旗 什么叫大旗 所谓大旗 就是全体官员到前清门上朝 和皇帝见个面 皇帝要进行一个过节的安全教育 说说过节注意事项 然后下午下午 官员就回衙门领钱 发完钱封印 留下几个值班的门礼 这就算开始放假 冬至后的第二天 家在外地的官员 就陆续踏上这个清朝春运 这个这个政城 冬至是一个让人高兴的日子 对吧 天坛就是这样一个喜性的地方 大家这一年都盼着冬至 都盼着皇帝赶快去祭天 真的应该应该恢复冬至 放假的这个传统 是吧 一年应该应该上班就上十个月 而且不但上班上十个月 应该应该领十三个月的工资 想想都觉得很过瘾 大家只要回忆一下春节的那种喜庆气氛 你就能理解冬至在过去 有多重要 作为冬至这天标志性的一个仪式 祭天 老百姓会带着一种喜悦去去期待 所以天坛是大家心中一个充满了喜感 充满对快乐的憧憬的这么一个这样一个地方 其实天坛除了是一个让人很高兴的地方 这还是一个对于中华民族来说 有重大意义的地方 这就是掌柜说的信仰 天坛是一个体现着中国人信仰的地方 来天坛看什么 就看我们自己的信仰 中国人到底信什么 我以前问过自己家的小孩 我儿子的第一个答案是佛教 想了一想 觉得不对 于是说道教吧 其实跟大家说这两个答案都不对 佛教不是我们本民族自由的 佛教是外来宗教 它传入中国是在汉朝 其实佛教严格说算一种文化入侵 道教是伴随佛教产生的 它算是一种抗体 我们中华文明为了抵御外来宗教 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的抵抗 佛教和道教是相伴而生的 都不是传统的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人传统的信仰是儒 有些人称为儒教 有些人不承认儒是宗教 这个争论很大 我们不去回答这个问题 儒不管它是不是宗教 儒都是中国人传统的信仰 儒家的神学的核心叫天人合一 它的基础就是从远古以来 自发形成的咱们中国人对于天的崇拜 天坛就是一个讲述我们这种崇拜的地方 掌柜给大家讲过佛教 是吧 其实连咱们讲这个蜀国传的时候 是吧 连带着也讲了一点道教 大家日常生活中有没有注意过我们身边的人们 对宗教的信仰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外来的宗教必须要经过改变 才会被我们信仰 我跟大家说 基督教也好 伊斯兰教也好 佛教那就更甭说了 都是经过汉化 然后才被我们接受 甚至于佛教现在在印度那边都不怎么流传了 在我们中国流传的主要是汉传佛教 这些这个改变的关键点在哪呢 我跟大家说 对天的信仰是这个改变的关键点 基督教要被我们接受 他就不仅仅 他就不能说仅仅强调他的神 他得分出一部分精力去说天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咱们讲过西游记了 佛教是怎么被中国人理解的 佛祖是天上的众神之一 那就是在我们中国人的信仰中 天是最大 在他下边有好多神 你家那个叫上帝 我家这个叫太上老君 当然这里还有释迦牟尼 这就是宗教的汉化 不管你信什么 我问你 你尊敬天吗 你尊敬天 我就可以信仰你 中国人嘴里的 Oh my God 其实那意思就是 我的天哪 天是所有我们相信的神 共同的头顶 这就是汉化 所以天坛大家明白了吧 这是我们中国人一个最根本的信仰 对天的崇拜 你看清了这个 你对于中国外来宗教的汉化 就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基督教 佛教 伊斯兰教 到我们中国 都是汉化的 和他原产地不同 不是我们不尊敬那些大神 大神 是吧 不尊敬那些宗教的大神 不是那样的 是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自己的神 也不是说到了我们这信仰 就不纯粹 是我们这个信仰 天生的 他就能包容一切 在这个宗教越来越极端 越来越对立的世界 其实中国人的乳 对现实 掌柜认为是有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民粹一点的人说 这叫海纳百川 是吧 低调一点的人说 这叫求同存异 掌柜心中是认为 这都是说法上的不同 这背后是中国人心中的核心价值观 我们的很多思想 很多行为 都是源于我们对天的信仰 我们和西方人 在很多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都是源于我们对天和神的不同认知 到底上帝头顶上是不是天 其实我们的回答和西方截然不同 从远古 咱们中国人就开始 啊 祭天 是吧 咱们天坛就是祭天的地方 咱们的老祖宗啊 是寻找 怎么说 是寻找各种方法给老天爷送礼 希望老天爷收下我们的礼物 然后呢 多给我们一些观照 真的 我跟你说 祭天你要是看透了 其实这跟我们春节往领导家里跑是一样的 是吧 中国给这个送礼文化 就是始于我们的这些礼节 这些祭祀 关键一个问题是 我们祭祀的时候都有所求 而且从不避讳 掌柜给人送礼的那个时候 听说的一句至理名言 就是不怕讲原则 就怕没爱好 这背后是什么意思 就是 不怕领导不收礼 就怕你不会送 实际上我跟你说 这没什么 是吧 咱们大家谁觉得这大逆不道 中国人都不会觉得这个有问题 我们为了送礼挖空心思 其实从很久远的以前一直就是这样 你看我们居然找到给老天爷送礼的方法 你想象一下 这件事其实挺不可思议的 我问你 你怎么给老天爷送礼 摆明了 他不收啊 你把礼物扔到天上去 那礼物早晚会掉下来 你看我们的仙人 为了给老天爷送礼 真的是挖空心思 竟然最后发现一个疯 一个办法 我把祭品用火烧 烧完以后呢 你看产生烟 东西没了 变成烟了 烟哪去 烟升到空中去了 哎 明白了吧 不怕领导不收礼 还是你送的方法不对 于是 我们现在的考古 其实是发现从下就有这样的大规模祭祀的场所 啊 一次几百只动物用于祭祀 好了 今天咱们开始的这个故事 咱们今天在天坛里说信仰 就给大家讲讲 讲了天坛 为什么是一个很有喜感的地方 为什么说天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信仰 为什么说我们 哎 作为我们文化的渊源 对天的敬仰 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到底和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同 这是咱们这一讲讲的内容 下一讲 掌柜将带领大家走进天坛 不管你以前去过没有 你都会发现 其实天坛你漏掉了很多东西 你看错了很多东西 听掌柜说北京 我们下一讲 解密天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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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